扯上编的就要遭殃 特别是各个顶星旗下的通讯业 台湾之星 有通讯业者就扬言说 要让这个台湾之星给退出台湾 那么甚至本来呢 想要投资台湾之星的是 郑威董事长郭台强 他今天也说这个计划恐怕有变数 以后都不会办理台湾之星的相关理由 怒斯台湾之星门号申办合约书 我们要抵制他 我们希望台湾之星滚出台湾 再把信卡凹到弯 屏洞这一位张先生抵制顶星 也抵制台湾之星 通讯业界他开出第一枪 北部通讯航业者也跟进 不止门号卡捡到烂 提纸啊 红布挂杆啊 全部都没了 都收了啊 促小海报 展示架 只要跟台湾之星有关的 通通撤到台面下 目前都已经扶上台面了 而且是很明确的 对 包含客人 对 业者说黑心油事件爆发前 台湾之星优惠多 一个礼拜至少有两到三个用户 门号移转NP到台湾之星 现在他们不主动推销 客人也聚办 台湾之星业绩直接挂临 全民灭顶 延销到顶星旗下的台湾之星 你可以看到整个门市 完全没有客人 冷冷清清 那管去退租啊 然后去解约啊 就不要再用这家了 看到记者在拍台湾之星 路过上班族停下脚步 骂的也是顶星 明明是午休时间 整个火车站商圈人生顶费 唯独台湾之星门可罗雀 因为政府没有 已经没有制裁的能力 只要用民众的权力来给他压力 引擎的部分会去抵制他 而脸书更有反顶星 台湾之星粉丝团 已经有将近八千人按赞 就连正威董事长 郭台强 原本要投资台湾之星的计划 现在也可能喊咖 当然这个 可能整个计划会生变嘛 我不是主导 我们只是说 刚好有机会投资吧 当然这个可能 我们也调整我们的战略跟做法 从食品业到通讯业 全民抵制这一股气墙 魏家这一回恐怕顶不住 东森财经新闻 叶九龙沈玉腾 综合报道